我們之前看到很多人走秀腳踝扭傷 但是你只要細看的話 就會發現這個腳踝扭傷的動作 是不是跟柯木桑的舞步有點像呢? 不停的讓你的腳踝左右的扭來扭去這樣子 你的膝蓋扭來扭去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在跳柯木桑的動作 就是不停的去扭上你的腳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療師 三個字 桑葛 最近柯木桑這個抖聽舞步非常的紅 在台灣和大陸那邊都紅得不得了 大家都正常模仿 但隨著來的是 這個舞步跟之前的抖韻舞步完全不一樣 它造成了非常多人骨折受傷的問題 不管是像畫面上這樣子 直接骨折到腳踝整個都變形了 這件是它的外線斷掉的狀況 又或者是呢 有些人的是筋骨那邊斷掉 它是偏上面這個位置斷掉的狀況 那甚至呢 有小朋友也是學著跳柯木桑 也是讓自己的腳踝骨折 不然我之前可能以為說 腳踝上的韌帶可能會柔軟一些 不太會骨折 沒想到連小朋友都會骨折 這樣說柯木桑這個的傷害實際是有點程度的 那我們重新來回顧一下柯木桑那個畫面 你會發現呢 這個舞步 含著大量的元素呢 就是左右的大量橫移 所以它做起來呢 就看起來很浮誇 還蠻有喜感的 蠻酷的 但是呢 你這樣去細看的話 就會發現說 它動作的尾巴的時候呢 都帶一點甩的部分 它就會在這個地方甩了一下 它腳會出像是一個側翻的動作 然後讓我們的側邊的韌帶呢 產生非常大的壓力 那其實按照結果照常來說呢 我們身體行徑之間呢 我們都是往前移動的 所以我們的肌肉呢 你會發現很明顯的 它都是長在前側的大的肌群 前側 以及後側的位置 大家看到我們側邊這邊的肌肉是空的 我們關節的側邊 它其實是比較少肌肉去保護的 它的保護性是比較小一點的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的膝蓋 只能做前後彎曲的動作 很難讓你的膝蓋做一個左右合移的動作 你現在可以讓你的膝蓋左右擺 其實是空會節在動 不是膝蓋在動 就像你的手肘一樣 是你的手不能往這邊 不能往側上去 你只能這樣前後按後完 你的膝蓋是同樣的概念 所以這導致你的膝蓋 比較沒有辦法去承受側邊的力量 那同樣的在我們的腳踝的部分也是 你會發現呢 我們的肌肉都長在前面和後面的位置 但是我們側邊這邊的肌腱呢 是比較少的 我們這邊側邊都是靠韌帶去保護著的 因此呢我們在腳踝扭上的時候 很常都是扭到外側韌帶 或是內側韌帶這樣 這就導致了如果我們大量做那種 側向合影的動作 就會讓你比較容易受傷 你的膝蓋和你的腳就比較容易受不住 再加上說這個舞步啊 他很強調要那個鈍點 那個舞步才會好看 所以我們再重看一次這個畫面 你就會發現他在跳舞的時候呢 他很強調一個側向的鈍點 那那個鈍點呢 其實就對你的韌帶 造成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在側邊的韌帶上面 不只是你的腳踝韌帶 還有你的膝蓋韌帶 都是 甚至有些人會因為這樣子的腰閃到 或髖關節扭傷的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舞步 跟之前的其他舞步不一樣 導致這麼多人受傷 肌肉拉傷 甚至骨折的問題 原因就在於如此 我們的膝蓋和腳踝 本來就比較不適合 接受側向的力量 那可能大家聽起來沒辦法 那我們理解清楚 那我們再放一個畫面 就可以理解清楚了 我們之前看到很多人 走秀腳踝扭傷 但是你只要細看的話呢 就會發現這個腳踝扭傷的動作 是不是跟科目山的舞步有點像呢 不停的讓你的腳踝左右的 扭來扭去這樣子 你的膝蓋扭來扭去這樣子 所以呢 其實你在跳科目山的動作呢 就是不停的去扭上你的腳踝 不停讓你的腳踝 扭受一個非常大的側向的拉力 那麼你的韌帶啊 你的肌肉就容易受傷 再加上呢 有些人可能協調性沒有那麼好 如果你在扭的時候 你是用全身的力量去代替 讓他洩力掉的話 他可能就不會對你單點壓力那麼大 可是有些人跳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靈活 他可能就讓他腳踝的動作 變得更大一些 就只有單點在腳踝上面 沒有讓你的髖關節 和腰部那邊跟著一起動作 那會變成腳踝那邊 力量太大 他就能骨折掉 所以大家在模仿的時候 那雖然柯木山這個五步 特別容易導致他受傷 但其實容易五步受傷 不只這個案例而已 像自己的滑步 雖然他比較少聽到受傷的案例 但其實在網路上有發現到 有人呢 因為跳這個滑步 而出現了腳跟斷力的問題 因為你會發現 滑步這個動作 他是要讓我們的腳 保持一個伸直的動作 然後不行往前踢 那他就會導致我們腳跟這邊 阿基里實踐呢 承受比較大的張力 所以就有人因為這樣子 踢一踢滑步之後呢 就把自己的腳跟跟鍵給踢斷了 所以他說他自己在踢的過程中 就像是有人踢他的腳了一下 原因就是他的腳跟這邊斷掉了 所以回彈了一下 導致他就被踢了一下的感覺 那像更甚至呢 在去年不是有一陣子很紅 那個手比愛心倒了愛心這樣的動作 這個動作呢 其實也會導致受傷的問題 那好像就有藝人 他這樣手比愛心 這樣做個動作長這樣子的 結果呢 就把自己的肩膀給扭傷了 那這個會受傷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做這個手比愛心的動作 他是一個肩膀需要聳肩加上下壓的動作 他其實有點太挑戰我們金光疾這邊的活動度了 所以就是有些肩膀本來就有點怪怪 要有點僵硬一點的話 或是他的肩膀本來有點問題的話 就因為這個動作硬而拉傷到 因為他太極限了 除非你肩膀本來就比較能Q一點的人 不然做這動作就容易受傷 那其實他雖然說科普像這動作容易受傷 但其實呢 我覺得大家也不用那麼仇視這個舞步 因為這就是一個流行嘛 這是一短暫的流行 我相信之前南韓那個騎馬舞很紅的時候呢 應該也是滿多人會跳受傷 只是沒有人爆出來而已 但我認為大家如果在跳這舞步的時候 應該量力而為一下 就是如果你真的覺得有點怪怪的 有點不舒服的話 你就不要勉強了 像我只是看到台灣這個的案例的話 好像是因為他喝酒太開心了 所以跳得比較大力一點 結果就跳到自己骨折了 我認為你是有想過這個動作有點危險 但我沒有想到這麼多的因此而受傷 所以算是幫大家科普一下 幫我自己稍微整理一下這個資訊